HELLO 大家,觀眾好,又是我 Oscar 今天我過來的時候,外面非常之熱 我想外面的溫度高達 38 度以上 大家記得定時定下補充水量以防不中暑 我們又做這行,習慣了這種溫度就不害怕了 好了,亦都說到這裡 今天亦都是過來收拾手尾,亦都見到七七八八 順便拍完影片給大家,看看我們這裡裝修成怎樣 我同時補充一下這裡的資料 這裡本身是三房單位,現在改成兩房單位 在廚房方面改動了一些東西 這裡變成L型的玻璃窗 整個廚房看起來就非常光猛,通透度非常高 對比以前就真的差天共地 我亦都之後會放一些影片是之前的片段給大家看看 做一些對比參考 亦都不妨礙大家時間了,那就去影片吧,Let's go 首先我們來看看舊裝修 其實現場是開了燈的了,但好像沒有開燈一樣 我們看到舊式座桌的主食爐位置就非常之不合理 在這個位置安裝抽油煙機之後 抽油煙機後會佔用了櫃的空間 我就覺得非常之不實用 廚房以白色主義做主食,但別以為白色是八搭 其實白色都有分亮面、啞面和半啞光面 如果亂用的話,效果可以差很遠 台上的洗盤盤就是石盤 超闊的內計尺寸,有630mm 因為設計過了,空間重新規劃了之後 才可以放更多的電器和整齊很多 現在抽油煙機調後就不用太長佔用櫃的空間了 現在整個廚房的光線都足夠充足了 雖然在同一個空間,但感覺比以前大很多 全因為中間做了玻璃窗 因為單位用上較多的白色 燈光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來到走廊位了,一進來就會被一個圓空的燈槽吸引了 營造出個環境很舒服 晚上進去準備睡覺之前,心境都不同些 下次試用淺灰色配搭白色 淺灰色的地櫃做了離地的設計 超大型的L型鏡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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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主持會幫它改門位 房間就會多了一幅牆可以用 至於顏色的配搭就跟客廁一樣 用台上盤,地櫃同樣離地的設計 超大的鏡櫃,儲物空間非常充足 手工日式浸光,利用雲石做座位非常安全 用緊玻璃做光濕分隔 好,多謝你看到這裡 你看完前同裝修後的對比是否差更高 我們亦歡迎留言告訴我 究竟你有甚麼看法 說到這裡,多謝你支持我們 其實我都知道每一個客戶帶著希望去找我們裝修 其實上網你都看到很多案例 怕找到一些不同的公司 做不到他們的效果 甚至是難尾 所以我都知道在你們這麼困難的環境 去找到我們 我亦都會盡全力去幫你們 有時候都希望可以超過了你們的預期 效果出來的 其實你們每一次的笑容就是我們的最大動力 多謝你們支持我們 亦都今日分到這裡 那就下次再見 好了,拜拜 接下來我們會新增不同類型的單位影片 如果你們想看更多的片段 記得訂閱我們CSY的YouTube頻道 以及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保證不會錯過了